欢迎大家聊今天晚上杰克直播啊啊好那不啰嗦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主题啊因为我今天有请特别来宾那我就先把自己给缩小啊然后把特别来宾给cue出来啊来 这里这里好来好我们今天要谈什么主题呢今天要谈的主题呢哎就是中美竞争啊又是中美竞争啊我怎么每次都是中美竞争啊不好意思这个主题我看起码要谈个十年以上十年二十年啊好不好我觉得未来十年二十年大概国际间就就是这件事了啊 所以我们搞这种这种时事政治新闻类的就讲一讲去这个你们觉得烦吗还要烦二十年哦好不好好来啊好来那个但是就是就是我们还是有有个标的嘛谈的一个重点重点就是因为福建现在下水嘛那就是大家会比较关心就是中国的这个海军的发展那所以我们就是特别请了这个呃老朋友啦这个微博专业的这个军事博主啊约克在上来 来跟我们大家来谈一下这个这个军军事方面这个主题好我来替约克开麦来约克你开麦我看了嘿哎约克你好来来那个我我老规矩啊啊几岁哪里人47岁武汉人3747我这普通话确实不行没办法 好现在我一跳哦47哦好啦就是也是有点年纪啊约克哥哎呦你还大我一点哦约克哥哦好来那个哎欢迎大家这欢迎约克不是也欢迎大家啊欢迎约克来到今天啊这个微博专任专业的这个军事类的博主啊有网友你知道有网友看我的节目就是问我这哎怎么办我找不到约克的那个微博哎 那个约克要怎么找到你的微博啊不就摄友约克吗摄友约克哎对啊就上面这个对啊就就你上面这个昵称啊那个写信给我说找不到你微博的事是还好吗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找不到啊就是这个名字就可以找到我对啊就是这个名字就就上面这个名字打这四个字就能找到我微博就是打这上面这几个字摄友约克就可以找到约克好不好 这样还找不到啊啊会不会打中文哦好啦好啦他会啦这奇怪怎么会找不到认真点找事哦约克一定找得到的啊好来那个那约克这个欢迎你今天继续加入我的这个这个直播连线啊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军事类的这个议题啊最近这个军事类的新闻也特别特别多了啊中美之间啊好那我们来来来先来聊一下这个刚下水的这个 呃讲叠字的福建建啊003福建建啊叠字福建建啊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啊那尤其是这一次这个福建建啊他用了这个所谓的电电磁弹射计数码啊大家就哇这个这个是最最新的这个技术啊那我想约克你一开始就先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福建建的这些相关的性能然后那大家相名最关心的说哇那这个福建建到底性能怎么样可以跟美国的这个什么 呃什么尼米兹级的这个航母啊甚至福特级的航母来比吗比较起来怎么样啊一定要跟老美来比的嘛啊好那约克你你来说一下吧来福建建跟老美来比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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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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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真是TMD 好啦沒關係 好來約克 那就繼續回答我剛剛的問題吧 你有聽到嗎 就是來科普一下福建建這個事情 那個實際上是這樣子 福建建的這個新聞 實際上是上週出來的 其實我關注 林丹也關注了很久了 應該說是從 我想想看應該是從 12年 12年13年 就開始關注 2003了 因為當時實際上 因為當時實際上有一個 在超級 國內的大陸這邊的一個軍事論壇 超級軍事大本營的 車論壇的海軍版上 曾經出現過一次 很著名的一個 很長期化的 爭執 就是真彈還是電彈 就是說003 我們第一艘平甲板型航母 究竟是用蒸氣彈射器 還是用電磁彈射器 當時這個爭論持續了 大概有三年 我記得好像是三年以上 一直在討論 然後這個議題後來 在絕對的證據面前被確認了以後 然後這個議題就變成了一個 究竟是用核動力還是常規動力 然後這個爭論就一直到現在 還沒有結束 還在爭論往上 儘管已經有鐵的事實擺在面前了 還是有些人認為 堅持認為它是核動力 這個反正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了 有些人撞了藍牆會回頭 有些人撞了藍牆 他選擇把牆撞他 那我也沒辦法 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然後我們還是說回來 實際上003航母 要說航母 我覺得還是要先把這個航母的 簡單的一個情況要 就是航母上的各個部件 要簡單的要說一下 要不然的話 我待會兒講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你可以把我博上的圖裡面 有一個福建件說明 把那張圖打開 資料區嗎 第幾張 第3張第4張吧 福建件說明 第3張 哦哦這個是不是 哦OKOK 我每張配圖我都有說明的 你可以看一下 感覺我很專業 哦好來 你就把那個圖打開 打開了 來你說吧 然後是這樣子 那個對於那種平家本型航母 和那個華運航母 最大的不同地方 就是它沒有劍首的那個華躍夾板 就是不會翹起來 對對對 平夾板 對 因為它是要裝 因為它是在全部呢 它是要裝那個彈射器 是 那麼這個彈射器呢 大家都知道 003呢是裝了三台電池彈射器 那麼就是從右弦 左弦順著數 就是 那個斜角甲板上的 第3號就是後面那一部 3號彈射器 就是三部彈射器 然後呢在1、2號彈射器中間 有一個很小很小的就是 控制室 就是實際上就像一個小碉堡一樣 在甲板上一個很小的小碉堡一樣 控制塔 實際上那個控制室 對 實際上1、2號彈射器的控制室呢 實際上是半埋在那個甲板下面的 這個小碉堡呢實際上是可以升降的 就是只有在彈射飛機的時候 才會把這個小碉堡升起來 升起來了以後呢 裡面的人呢 裡面進去的人呢 他剛好就可以讓他把頭 從這個小碉堡的這個 側面的這個玄窗裡面 能夠看到甲板上的情況 這樣子呢 就是他可以觀察到 甲板上的那個1、2號彈射器的 那個飛機是不是準備好了 然後彈射的時候 看到那個穿著黃衫的 我們叫黃背心的那個指揮員 做出了那個彈射的那個手勢以後 他就看一下那個彈射按鈕 就可以把飛機彈出去 對 然後然後這是 然後3號的那個彈射器的控制台呢 就在那個左旋 左旋的邊上 這個我們叫貓道 貓道就是在那個甲板 飛行甲板的旁邊邊緣 有一個很窄的一條走廊 那個走廊呢就是 專業的說法叫貓道 就是像貓走的路一樣 看那個貓走老走邊 對很窄 實際上它也不窄了 那個寬度還是還是比較寬的 只不過相對於飛機甲板來說 它就比較窄了 是是是 然後3號控制器的 3號彈射器的控制台呢 就會在這個貓道上面 然後貓道的後面呢 就是那個光學助教鏡 光學助教鏡 實際上就是一套那個燈光系統 燈光系統 它那個燈光系統呢 是有每一個那個燈光呢 它是有一個指向性的 指向性它就是有一個很小的角度 從艦尾軸艦的那個 在艦載機呢 它可以看得到 當它飛進到距離 航母大概四分之三海裡的 那個位置的時候 就是相當於航母在天氣良好的情況 它飛到航母的後方 四分之三海裡的位置 它就應該能夠看到 看得見這個燈光信號 OK 然後根據這個燈光信號上面 閃爍的不同的光線 不同的燈光信號 來確定自己 飛機的下滑的角度 是不是正確 因為對於著艦來說 飛機的下滑角度是最重要的 如果下滑角低了 它就會撞到航母的艦尾 因為飛行甲板 不是跟海面一樣高的 飛行甲板 比那個海面要高十幾米 二十幾米 所以說呢 如果你不能夠按正確的軌道下滑的話 低於這個下滑道就會撞到艦尾 如果你高於下滑道的 這個正確角度 就有可能會錯過所有的攔珠索 然後不得不復飛 這個光學助降鏡和斜角甲板 實際上是一套東西 就是一套 然後再和這個彈射器 早期的使用的蒸氣彈射器 這三個東西實際上都是在二戰之後 那個噴氣式戰鬥機出現了以後 然後噴氣式戰鬥機要上航母了以後 然後因為噴氣式戰鬥機的那個飛機更大 飛行速度更快 然後它的加速性能沒有那個 螺旋槳飛機的那個加速性那麼好 所以說它這三個東西就是針對噴氣式戰鬥機 要上航母的這個需求而被發明出來的 而且這三個東西可以特別講一下 就是這三個東西實際上都不是美國人發明的 那是誰發明的 是英國人發明的 是英國人發明的 然後美國人就在英國人發明之後 英國人發明之後 美國人就覺得這些技術 經過試驗他覺得非常好 他就把它應用到自己的航母上了 然後後來的那個從弗萊斯特級航母 從美國的弗萊斯特級航母開始 這三樣東西就成了標配 就成了現在的超級航母上的標配 從弗萊斯特一直到後來的這個 這個效應級企業級 然後裏迷斯級一直到現在福特的都是一樣的 都是這三樣東西是必不可少的 標配 對 然後說到彈射器呢 彈射器後面還有一個要講的 就是它有一個燃氣偏流板 每一個彈射器的後面都會有一個這個偏流板 這個偏流板的作用它是可以開合的 當它放倒跟甲板平起的時候 艦載機就是這個偏流板後面的艦載機 就可以直接從它上面滑行過來 滑行到這個彈射器的這個位置 當它與彈射器的滑縮連接好了以後 然後準備彈射的時候 準備彈射之前 然後就會把那個偏流板豎起來 為什麼要把它豎起來 因為那個在彈射起飛的狀態的時候 那個艦載機 它是需要把它的油門加到那個起飛推力 也就是開加力的這個狀態 對 那麼這個時候呢 實際上那個飛機後面噴出來的尾焰是非常長的 而且它的溫度很高 那麼如果沒有這個偏流板的話呢 那它後面就沒辦法再停艦載機了 它必須把它後面所有的區域都空出來 那顯然是浪費了浪費了甲板空間 它是飛機彈射它肯定是群臭的 對 它的作用實際上就是擋住那個尾焰 把那個尾焰擋到那個偏一個角度 就是那個偏流板一般豎起來 也就是45度左右吧 或者是還高一點 然後把那個尾流呢就噴到偏偏到上面去 OK 它的作用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呢其實也是一個 說起來也是一個很高科技的東西 你看它首先它是活動的 它是可以放倒可以豎集 對 同時呢它的結構強度很高 它可以允許一個40噸重的飛機從上面壓過去 對 對 而不會發生任何的變形 對 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是 然後呢它的那個它的表面呢 又極端的耐高溫 就是你即便是那個發動機的尾焰很近的距離噴出來的 很高溫高速的那種燃氣的尾流 它也可以承受 而且可以長時間的承受 所以說這個技術實際上也是很不容易的 只不過很多人都忽略了沒有沒有在意這個東西 當然了這個這個技術從遼寧線開始就已經被我們突破了 我們對於這個技術是已經完全掌握的 所以說呢現在這個到了003 就是到了福建艦的這個上面呢 它自然也就不會少 OK 但是相對而言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印度的航母 印度的航母上面呢 它就沒有這個東西 那它怎麼辦 那它的火噴出來要怎麼辦 它就把飛機放在那個甲板的最左旋的外側 就是它的後面不放其他的飛機了 就是它起飛的時候就是直接滑行起飛 就浪費空間 然後起飛了以後呢 那它後面就 對就是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說呢到它前面一架飛機起飛了 後面一架飛機再進入到這個滑行起飛的這個位置呢 就會比較慢 會比較困難 因為它要從旁邊拐個彎拐過來 對對對 所以說這就是他們的問題了 這個我就不說了 然後再往後 然後再往後還有那個1130液晶防炮和紅旗石的那個防空導彈 這個實際上是我們國家的那個所有的驅逐艦以上的軍艦 驅護艦以上的軍艦的一個標配了現在是 可以放在這裡 就是 對它會有它會有一個進防炮 有一個進防的進程防空導彈 這兩個武器可以相互配合 攀截對自己對自己飛過來的這種反艦導彈 或者是炸彈或者是其他的戰鬥機 這樣子它就可以用這個武器來攔截 因為福建艦是肯定是未來的艦隊核心 也是敵人必然是重點打擊的目標 旗艦 所以說呢 所謂的旗艦嗎 旗艦不旗艦的 旗艦不旗艦的這個問題我們說 核心核心 那個 它肯定是艦隊的核心了 所以說呢 這一塊呢 對於它的防護呢 要求肯定是最高的 最高等級的防護 所以說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艘航空母艦的四個角上 都會有各有一套這個1130進防炮 和一座洪擊石的進程反空導彈的發射系統 四個角都有 這個配置呢 對 這個配置 這個配置實際上是已經 目前是在人民海軍所有軍艦裡面最高的 遼寧艦和山東艦都只是各有三套 OK 就是各三套 三套呢就是可以保證在360度的範圍之內 任何一個角度遭受敵人的反艦導彈 或者來襲目標 它都至少可以保證有一座洪擊石和一門1130炮 能夠對其進行攔截 那為什麼這個要四套 但是如果到了福建艦 對 到了福建艦的這四套以後呢 它實際上是可以實現在360度的範圍內 任何一個方向都至少有兩座1130和兩座洪擊石 進行攔截 了解 那麼就是相當於它的攔截 相當於它的攔截能力就加倍 攔截密度高 雖然只增加了一套 對 雖然只增加了一套 但是它的攔截能力是加倍的 這是這個要說的 然後後面的一個就是L LSO的這個指揮台 這個LSO實際上就是卓劍指揮官 它的任務就是在艦載機卓劍的時候 它就是負責站在這個地方 指揮艦載機卓劍 同時它還要控制 它在地面 它手裡還要 地面 地面指揮嗎 它不是在地面 對相當於就是地面指揮 對對對 它從事它手裡面 它手裡面 對 可以這樣說 不好意思 同時它手裡會有一個控制器 控制什麼呢 它就是控制後面的光學駐降系統 就是光學駐降機 這套東西的燈光信號 是它可以控制的 它控制什麼呢 它控制 它只是控制 就是當甲板上出現了 就是無法駐降的情況 比如說那個斜角甲板沒有清空啊 阻攔所還沒有安裝好啊 還沒有恢復到狀態啊 它就可以直接出發一個信號 讓這個光學駐降機 直接顯示一個信號 就是命令這個正在駐降的 現在立即浮飛 不要駐降了 這個時候相對於就是你的跑道還沒有清空 不能降落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打這個信號 或者是當這個明顯 逐漸的那個飛行員的下滑軌跡 明顯的偏離太遠 或者偏差太大 修正會有危險的情況下 它也會給出這個復飛信號 這是一個工作 第二個工作 就是在某些天氣不好 或者視線不良 就是有時候飛行員可能會看不到這個 看不到或者看不太清楚這個 這個光學駐降機的這個信號的時候 它就可以通過語音 就是無線電的語音來指揮這個 建載機來著艦 這是它的第二個功能 第三個就是說它還要為每一位 建載機飛行員著艦的整個的過程進行打分 然後在著艦完畢了以後 然後要對所有的飛行員 當天執行飛行任務的飛行員的每一次著艦 進行一個回顧 就是根據打分的情況 進行一個回顧 然後分析它的著艦的動作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哪個地方有問題 你應該怎麼樣改進 後面應該怎麼做 我打個差 甚至於有的情況他們 我打個差 就是它打分 它是就是列入飛行員的類似像烤雞 或那種表現 你飛得多好 然後讓它之後怎樣 就是能夠再改進 就是這樣 對對 可以這樣理解 這個是只有在平常在演練的時候是這樣吧 作戰時候就不會了吧 也會 也會 仍然是這樣 對 這個也是我後面要講的 你先不慌嘛 你聽我說完 好好不好意思 然後呢 甚至於它除了打分以外呢 除了打分以外呢 它甚至於還可以有權利判定飛行員 是不是適合飛行 就是說如果它認為這個飛行員的那個飛安有問題 可以直接停飛 他們有權利直接停飛的艦載機的飛行員 okok了解 就是它認為你的著艦有危險 或者說是不合理 需要重新進行 需要從其他的那個教員進行帶飛 作戰 恢復能力以後才能夠再單獨作戰 所以這邊要教官級的人 對 所以說LSO是每個 通常是 通常是每一艘航母上的這個 艦載機部隊的主官 主官 或者說是 比方說你是哪個中隊的艦載機 左艦 那有可能這個LSO的指揮台上面 可能就 可能是這個中隊的中隊長 或者是副中隊長 然後他還會有 讓我舉個例子 約克 就是大家有看捍衛戰士 獨行俠的話 就知道 可能湯姆克魯斯就是在這個位置 他是教官 然後其他飛行員就飛 然後湯姆克魯斯就在這裡 好 來 抱歉 這樣大家都知道 誰 這位置是多重要的 好 來 同時呢 也要說一下 LSO實際上 他們也是非常危險的 你看他們是在整個 艦載機著艦的時候 最接近這個斜角甲板 也就是這個甲 你可以看到 航母上面 它有一個淺色的 用雙白線畫出來的一個區域 這個就是 它著艦用的斜角甲板 他們是實際上 是這個斜角甲板最近的人 對 其他的人員都要遠離這個區域 但是他們離得最近 一旦艦載機著艦失敗 那很有可能就是威脅到他們的生命 所以說 所以說在這一塊 實際上他們一方面承擔 很高的風險 另一方面呢 他們也要就是 憑藉自己的經驗 指揮好每一架艦載機的作件 這個也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美國在美軍的歷史上 航母上 因為LSO的指揮 或者飛行員的操作師傅 導致人員傷亡 飛機墜毀的這種事情 簡直可以說不計其出 這個也是很多很多很多 血的教訓之後換來的一些經驗吧 所以說你看我剛才講的 這個LSO 我講了那麼多的規則 我講了那麼多的規則 實際上都是LSO的 就是美國的經過血的教訓 換來的一些經驗 OK 實際上就我看到的 從新聞裡面 以及從其他的公開的媒體上面 報導的情況來看 我們這個LSO的指揮和管理方式 跟美軍基本上是一致 基本上是一致 沒有太大的差別 你比方說 艦載機飛行員 如果超出了連續7天 沒有進行過濁艦訓練 那麼他們就要自動的失去 單獨濁艦那個能力 就必須要進行帶飛 帶飛濁艦 然後這就是諸如此類 如果是夜間濁艦 可能這個時間要短到三天 就是你三天不進行夜間濁艦 你就自動失去了夜間濁艦的資格 你必須要進行重新覆飛訓練 才可以 好瞭解 這就是為了安全 這沒有辦法 都是這樣 然後再往上攔住所就不用多說了 對不對 1到4號 以後後面我們再來介紹了 然後前後飛機飾駕機 這個也是需要說一下 我怕有人比我還軍事小白 這個是飛機降落的時候幫他減速的 對不對 對 就是飛機上面 艦載機和陸機飛機最大的不同 就是艦載機尾部有一個尾勾 有一個濁艦勾 他把那個勾子在濁艦之前 他要把那個勾子放下來 放下來以後 當他濁艦的時候 濁艦了以後 那個勾子就會勾住這個攔住所中間的一道 對 當然至於說勾住哪一道 就要看他濁艦的時候 他觸及甲板的位置在哪裡 是吧 他越靠近艦尾 就越靠近後部的攔住所了 然後勾住了以後 攔住所就會 就會拖著那個飛機減速 然後就在斜角甲板上停下來 然後這個東西 我後面會講到吧 這個攔住所也會特別說到這個東西 然後再就是前後飛機的升降機和艦導了 需要特別說一下這個航母的那個艦導 一般來說大家都知道 越小越好 對吧 因為它越小嘛 就佔用的那個甲板面積就越小 對吧 佔用的甲板面積越小了 那就騰出來更多的甲板可以用來放飛機 或者放其他的一些設備吧 老師我有問題等一下 這個艦導是幹嘛的 艦導就是實際上就是相當於就是開船 開航母的這個駕駛人員 指揮甲板上的飛行 對 我們艦導實際上它從下往上吧 應該就是三層 最下面一層是 最下面一層是叫司令艦橋 司令艦橋就是整個艦隊的指揮官 是吧 艦隊指揮官 不是軍艦的指揮官 是艦隊的指揮官和他的參謀部的人員 在司令艦橋 然後中間一層就是航海艦橋 航海艦橋就是開軍艦的人吧 包括航母的艦長 可能也會到這個地方來指揮 是吧 然後航海艦橋上面就是航空艦橋 航空艦橋的作用就是 就是整個飛機甲板上運作的這些飛機的指揮 就相當於地面飛機上的那個塔塔一樣 OK OK 所以它會在上層 然後再往上就是那個 就是所謂的一些雷達呀 或是圍桿這些上面就是電子車部 然後我再說回來 艦島上 艦島上除了這個 因為咱們的國家的航母 這一艘航母 福建艦是常規動力航母 所以說它必須要有煙囪 因為常規動力嘛 它不像 對 它是燒鍋爐的嘛 燒鍋爐它就必須要有煙嘛 就是要排煙 是吧 要近期要排煙 所以說它就必須要有個煙道 你可以看到這個圖上那個航母的那個 艦島上面不是有四個黑窟窿嗎 對啊 實際上就是它的有個方 那個實際上就是它的煙囪 四個排氣口 就是它的煙囪 對 四個排氣口 就是它的煙囪 然後呢 然後呢這個航母上呢 跟那個遼寧艦和山東艦一樣 它也有前後有兩部升降機 但是不同的是這兩部升降機的那個面積呢 就是每一台升降機的面積 要比那個遼寧艦和山東艦都要大很多 遼寧艦和山東艦只能一次起升降一架戰鬥機 J-15戰鬥機 但是這個可以升降兩架的 同時可以提升兩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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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次可以四架是不是 等於是兩個兩個這樣 你可以這樣去理解 但是實際上它的作用並不是這樣 這個後面我們再慢慢說吧 然後呢 在旁邊呢 最後就是要講一下的 就是有彈藥升降機 彈藥升降機呢 它是單獨設置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個艦上 整個飛行甲板上 它有很多這種 黑色的這種長方塊 包括艦導的旁邊啊 對不對 左旋的那個彈測器的後部啊 都有這樣的一些長方塊 這些長方塊實際上都是彈藥升降機 他們通到艦底的 整個航空母艦的 艦體的這個最下方的彈藥庫 因為彈藥庫必須放在那個 艦體的最中心的 最受保護的位置 要不然的話打仗的時候 被人炸到了 那這個航母就直接報銷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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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彈藥庫是必須要嚴密 嚴密設防的 在這種情況下呢 它就是必須要 然後呢 艦載機要掛彈呢 它就只在甲板上掛彈 那麼就存在一個問題 就需要把那個艦體內部的這個彈藥 運送到這個甲板上來 了解 而且彈藥通通都是比較重的 但是有些炸彈 都甚至於重量會超過一噸 對 是不是 那你靠人力去搬它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就需要有這種彈藥攝像機 在停機的地方 特別是在那個艦上停機的地方 就是停飛機的地方 附近它都會佈置這種彈藥攝像機 當然這個圖上畫的彈藥攝像機的位置 未必是正確的 因為現在整個航母上的具體的這種細節的佈置 實際上現在都還沒有看到 儘管公開的央視在那個下水當天公開了很多視頻 但是很多的問題還是看不到 因為它那個經驗還不是一個完成的狀態 目前能看到的 就只是一些這種大面上的東西 這是可以確定的東西 細節的東西 以後看到的 就是如果有這個可以再做一些細節的分析吧 好 這個就是基本上 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鍵進行一個基本的一個介紹吧 然後我們再來說一下這個具體的細節 好 就是003和那個 003和那個 和就是以往的遼寧舰 山東鍵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採用的電磁彈射器 那麼要說電磁彈射器 就必須要把蒸氣彈射器和電磁彈射器 拿出來做一個比較 嗯 結果你可以把第一張圖打開 第一張圖是不是 好 來 第一張圖 第一張圖 喔 OKOK 好 看到 等一下 我盲拆 我盲拆 左邊是蒸氣彈射 右邊是電磁彈射 啊 PI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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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KO